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江沟的咖啡的门口 这是一家这边很著名的咖啡店 让我们进去看看是什么样 这里距离宁漫路大约20公里 所以大家最好是租一辆车过来这里 咖啡厅坐落在蒙寨山景区 也叫做瀑布咖啡厅 因为它的边上就是一座瀑布 它的大厅里面是开着空调的 里面也就有咖啡啊饮料啊蛋糕啊这些售卖 室内的装修风格呢就是工业风版 它的地板是抛光水泥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外面的网兜座位了 如果大家有时间天气又好 这里绝对会让你舍不得离开 吹一吹山风喝一口咖啡 真的是太美了 但是如果有恐高症的人的话 就要小心了我是挺害怕的 尤其是不敢玩手机 总担心手机会掉下去 走这个吊桥时候我是挺害怕的 我是有点恐高 而且吊桥不停的在晃 反正大家走的时候自己注意吧 现在可能不是雨季 平时的话这里呢是能看到有瀑布的 瀑布虽然比较小 但是坐在这个凉亭里面看看瀑布 看看周围的山景也是非常非常的美 非常非常的惬意 接下来呢来到咖啡厅下面一层 这一层呢也是有网兜座位的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些三角沙发 这里呢也非常的舒服 而且这里呢因为是下面一层离瀑布呢会更近一些 这呢就是离瀑布最近的座位了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网红拍照点 这里还有丛林飞跃和过山车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好大家在离开这里的时候呢 一定要当一当门口的秋千 再见